哎就算哎就算你带的那一袋呢 白白的那水呢是啥呀 你以为牛奶啊呢 那就是做油粉饭的油粉吗 粉成的油粉 去丈母娘家丈母娘给拿的 去拿那做油粉来 那就是发酵的那个绿豆汁 那个是发酵的 闻的酸酸的 他这个东西吃完特别好 我妈也吃过 对你儿子做的这个特别的好吃 我我没吃过 那今天咱就吃油粉饭 我给他下楼采购去 行 行了你今天尝点油粉饭怎么样 哎妈咱家里有那个黄豆花生米啊 海带吗这些 要泡的东西 先油 我给他泡 你给他泡一点点就行 一样泡一点点 我给他去买菜去 还得和瓜面呢 那我和 面交给你啊 和一点点就行啊 一小块 行 咱家有和面师傅 嘿嘿嘿 就没问题 面和的硬点还是软点 擀面条的 撒边硬点 行 回来了啊 和面上来 市场人多吗 差不多 买上菜都有 但是不是像以前那么麻 好多人都没出来 嗯 我好了 大家好 我是黑哥 这年过美了 肉也吃美了 本来说呢 初八跟大家更新视频 没想到这个事是太多了 实在是 忙不过来 这到了今天 才有点空闲 继续给大家更新视频 老爸今天看见我从香粉拿回来的油粉饭了 他也没吃过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焚成的油粉饭 特别的好吃 老妈把这配料都给我 准备好了 都给我泡上了 这样他多泡一会儿 我现在给他洗菜 宰菜 这个油粉饭的这个食材也特别简单 就是咱们平常都能吃到的 萝卜 白菜 豆腐 海带什么的 这里面 比较简单 不过听我丈母娘说 呀这个 油粉饭里面啥都可以放 看个人口味了 我也吃过那样里面放鱿鱼的 白菜切成小 细条就可以 不要太宽了 萝卜切成小条 先切成小薄片 有个一两毫米厚就行 太薄了 走到锅里就化没了 再改刀切成小条 最后再切上几根韭菜 韭菜切成小道就行了 配到这油粉饭里是又好看又好吃 后面这叶子就不要了 这就是做油粉饭要用到的所有配菜 都是比较常见 市场上很容易弄来到的 准备工作做的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熬油粉 黑哥手里这袋就是咱们坟腾的油粉 做出来的饭它叫油粉饭嘛 它就是绿豆发酵的 这里面基本上就是绿豆淀粉 然后发酵以后的这个汁 就类似于这个北京的豆汁 一般人都喝不了 觉得那个味比较大 这个跟那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是熬熟了以后里面放菜放饭 也是特别的好吃 把这个油粉倒到锅里 这真的看来和豆浆一样 现在这种文件的酸味 基本上坟腾那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油粉饭 现在开锅 大火把这个油粉烧开 这个时候把老妈泡的这花生米和黄豆也倒到里头 让它慢慢熬着去 里面也能放点小米 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放 这一大锅油粉 开的就得一会儿 让它慢慢开着 我在起锅 我炒点这个肉丝 一会儿搬到这个油粉饭里 这个香 油肉的差不多 把这肉丝放到锅里 不辣不辣 其实肉片也可以 我估计要是炒成肉片老妈就该发威了 肉炒到变色 加点五香粉 放点这五香粉 要炒出来的肉丝是提香解腻 再来点葱花 来上一丢丢咸盐 出锅前来上一点老抽 稍微再炒上这半分钟 这肉丝就熟透了 好了 现在关火 我把这肉丝盛上出来 这油粉已经熬开了 它在上面有很多的沫子 这个沫子不用比掉 就拿勺子慢慢的撇子 往这锅里打 把它全打到这个油粉里 稍微打了几下 它就基本上这个沫沫子就不煎了 面形好了 能擀面了吗 能擀了 我再把这个油粉多熬一会儿 小火 挑战 砂糖 小刀 人生日渾 咸 骨刀 这面全切好了够吗够了 我今天那么一大锅了吗 够了够了就绝对够了 这我感觉煮完了都稠都用不了这么多 这油粉也熬的差不多了 这黄豆和花生豆基本上全熟了 这个时候就能到里面加菜了 菜不能一下夹 夹的太多了 它又不滚了就容易造成这个油粉分浆 一分浆了这一锅油粉饭就垮了 我给它一点点的放 我先放豆腐 放多的是真不灵 这可是丈母娘手把手教的 再放海带 也是一点点的放 接下来放萝卜 白菜萝卜这些都是特别好熟 韭菜这些不要放 一放这韭菜煮的时间长了 它容易变色影响口感 最后再放韭菜 现在就可以调味了 这一大锅里面加上个四勺盐吧 我估计四勺它都不会咸 加上个四勺盐 现在把炒好的肉汁也倒到锅里 这就更香了 有肉了才能不香吗 固度起来就能像面条了 这面也好熟 应该打上一口就熟了 好了 现在基本上这个油粉已经熟了 面条熟了 这油粉就成了 现在关火 把它放到另一个罩上 起锅烧油 烧油我炸点这个花椒和粗花 花椒不用太多 放上几颗就行 这个花椒炸完了要把它捞出来 好了 这花椒炸黑炸出香味就可以了 再把这切好的葱花倒到油锅里 葱花炸的变了色 这个葱香味炸出来就可以 好了 葱花已经炸成金黄色了 现在关火 把这葱油 葱花全倒到这个油粉饭里 这味儿香的很 最后再把切好的韭菜也放到这油粉饭里 好了 这就OK了 一锅香炸焖的油粉饭就做好了 关火 爸 你尝尝这油粉饭怎么样 这不就跟那和和和的饭一样 你绝对不一样 和和拿米汤给熬下 豆泡你下去 做饭你过来吃饭你又过来了 可积极了啊 这油粉饭里再加烧这油辣子 更美了 这再搅和一下吃的更香了 老妈这样炒了个表辣丝 这吃的也过瘾 爸 味道怎么样 还挺就是酸 不是 越吃越想吃 酸就是开胃的 你孙子吃着还倒米醋了 还先不酸 开胃吗 这过年 大鱼大肉吃腻了 吃上这么一碗油粉饭 特别解腻 胃里还特别舒服 今天的视频就飞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